南瓜千万不能和它一起吃,要不然就是在吃毒!后果太严重了!一定要知道! 南瓜千万不要跟价面的东西搭住吃,这样可是吃了对身体有很大的伤害。 南瓜的营养价值南瓜成熟度不同,营养成分也略有差异。 老!南瓜的碳水化合物含量远高于嫩南瓜,胡萝卜素、钙、钾、磷和膳食纤维的含量也更高。 老南瓜吃起来口感又面又甜,适于当粮食。 。 嫩南瓜的特点是水分大,维生素C含量高,口感脆嫩,更适于炒菜,糖尿病患者应优先选择嫩南瓜。 嫩南瓜则可切片,昏,速炒时,还可做汤,做馅。 。 南瓜山芋粥,把老南瓜,山芋切成丁,精米糯米各半,红枣若干,加适量水煮粥,非常适宜中老年人,补忠义气。 。 南瓜的营养价价值很高,然而在吃南瓜的时候需要注意的是与它相克的食物。 。 。 在这里为大家总结以下南瓜不能和什么一起吃。快来一起看看吧。 。 南瓜含丰富维生素C分解酶,会破坏菠菜中的维生素C,同时自身营养价值也会降低。 。 。 南瓜不能和什么搭配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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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瓜,富含VC的蔬菜水果。 。 。 南瓜。 南瓜含丰富维生素C分解酶,会破坏蔬菜水果中的维生素C,同时自身营养价值也会降低。 。 。 富含维生素C的蔬菜有菠菜,油菜,西红柿,圆辣椒,小白菜,花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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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S. 虽然吃了并没什么坏处,可一起吃难免浪费了南瓜、蔬菜、水果 2. 南瓜、红薯皆属抑制器食物,如果不煮熟便食用会引起腹胀,若二者同时,更会导致肠胃气胀、腹痛、吐酸水等 3. 南瓜、羊肉 这两种食物都是热性之物,一起吃可能会导致腹胀、便秘 4. 南瓜、虾 虾肉中含有多种微量元素,与南瓜同时食用,能与其中的果胶反应,生成难以消化吸收的物质,导致腻剂 可以用黑豆、干草解毒 综上所述,吃南瓜一定要注意以上这些禁忌事项,不可加红薯,不可加富含VC的蔬菜水果,不可加羊肉虾等等,这样才能吃得健康,吃得美味哦 喜欢这篇文章吗?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 南瓜 南瓜千万不要跟价面的东西搭住吃,这样可是吃了对身体有很大的伤害 南瓜的营养价值 南瓜成熟度不同,营养成分也略有差异 老南瓜的碳水化合物含量远高于嫩南瓜,胡萝卜素、钙、钾、磷和膳食纤维的含量也更高 老南瓜吃起来口感又面又甜,适于当粮食 南瓜的特点是水分大,维生素C含量高,口感脆嫩,更适于炒菜 另外,糖尿病患者应优先选择嫩南瓜 嫩南瓜则可切片,荤、素炒时,还可做汤、做馅 南瓜山芋粥,把老南瓜,山芋切成丁,精米糯米各半,红枣若干,加适量水煮粥,非常适宜中老年人,补忠义气 南瓜的营养价格很高,然而在吃南瓜的时候需要注意的是与它相克的食物 在这里为大家总结一下南瓜不能和什么一起吃 快来一起看看吧 南瓜 南瓜含丰富维生素C分解酶,会破坏菠菜中的维生素C,同时自身营养价值也会降低 南瓜 南瓜不能和什么搭配吃 南瓜不能和什么搭配吃 南瓜 南瓜 南瓜含丰富维生素C分解酶,会破坏蔬菜水果中的维生素C,同时自身营养价值也会降低 南瓜葳蔬菜,富维生素C,富维生素C,有菠菜,油菜,西红柿,红柿,小白菜,花菜等 S. 虽然吃了并没什么坏处,可一起吃难免浪费了南瓜、蔬菜、水果 2. 南瓜、红薯皆属抑制器食物,如果不煮熟便食用会引起腹胀,若二者同时,更会导致肠胃气胀、腹痛、吐酸水等 3. 南瓜、羊肉 这两种食物都是热性之物,一起吃可能会导致腹胀、便秘 4. 南瓜、虾 5. 虾 可以用黑豆、甘草解毒。 综上所述,吃南瓜一定要注意以上这些禁忌事项,不可加红薯、不可加富含VC的蔬菜水果、不可加羊肉虾等等,这样才能吃得健康、吃得美味哦! 5. 喜欢这篇文章吗?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 5. 南瓜 5. 南瓜 千万不要跟价面的东西搭住吃,这样可是吃了对身体有很大的伤害。 5. 南瓜的营养价值 5. 南瓜成熟度不同,营养成分也略有差异。 5. 南瓜的碳水化合物含量远高于嫩南瓜、胡萝卜素、钙、钾、磷和膳食纤维的含量也更高。 5. 老南瓜吃起来口感又面又甜,适于当粮食。 5. 南瓜 6. 苹果脑子病患者应优先选择嫩南瓜。 6. 嫩南瓜则可切片、荤、速炒时,还可做汤、做馅。 7. 南瓜山芋粥,把老南瓜、山芋切成丁、精米糯米各半。 红枣若干,加适量水煮粥,非常适宜中老年人,补中益气。 南瓜的营养价值很高,然而在吃南瓜的时候需要注意的是与它相克的食物。 在这里为大家总结以下南瓜不能和什么一起吃。快来一起看看吧。 南瓜含丰富维生素C分解酶,会破坏菠菜中的维生素C,同时自身营养价值也会降低。 南瓜不能和什么搭配吃。 1. 南瓜,富含VC的蔬菜水果 南瓜含丰富维生素C分解酶,会破坏蔬菜水果中的维生素C,同时自身营养价值也会降低。 2. 富含维生素C分解酶,有菠菜,有菠菜,油菜,西红柿,圆辣椒,小白菜,花菜等。 P.S. 虽然吃了并没什么坏处,可一起吃难免浪费了南瓜,蔬菜,水果。 2. 南瓜,红薯皆属抑制器食物,如果不煮熟便食用会引起腹胀,若二者同时,更会导致肠胃气胀,腹痛,吐酸水等。 3. 南瓜,羊肉 这两种食物都是热性之物,一起吃可能会导致腹胀、便秘。 4. 南瓜,虾 虾肉中含有多种微量元素,与南瓜同时食用,能与其中的果胶反应,生成难以消化吸收的物质,导致腻剂。 5. 可以用黑豆,甘草解毒。 5. 综上所述,吃南瓜一定要注意以上这些禁忌事项,不可加红薯,不可加富含VC的蔬菜水果,不可加羊肉虾等等,这样才能吃得健康,吃得美味哦。 5. 喜欢这篇文章吗?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 5. 喜欢这篇文章吗?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 5. 喜欢这篇文章吗?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